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everybody 我是Evy 我是莫莫 今天我们迎来了我们的中国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气 什么 中秋 大家有看到我面前放了什么东西 是不是很神秘 什么呀 中月饼 我觉得中国这个文化真的是非常好 首先刚才我一来就会被这个包装所吸引 当然前天我们都是带货的 就是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的传统文化 然后每一个的这种月饼现在做的越来越精致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中秋节 也就是我们的一米八月十五 然后呢是我们的一个就是 也是团圆的一个节日吧 然后那我们每个到八月十五的时候 我们都有一个习俗 是月饼 是的 就是月饼 然后我们月饼其实就意味着团圆圆 我们月亮 其实到八月十五的中秋节的时候 也是我们算是一年当中 然后月亮到最圆的 同样的也就是包装 那还有一个故事 我说 长河分月 对对对 太长了 我演得太像了 我忘了 长河分月 就是大家可能都会知道 但是中国的这个点 长河嘛 非常漂亮的一个女子 我一直想起来 幻想自己成为长河 当然我不喜欢那个河公啊 这个 这个叫广月公公叫 还叫河南公啊 天公公 然后传说有一个长河 然后她呢非常长河 并且呢她怀里就抱了一只小小鱼鱼 没有鱼鱼造成的 假装那小鱼鱼 每天扶着她 真乖 好好的 对对姐姐呢 对是说话 对 然后 后来她遇到了什么 那她俩呢 这个故事其实不是重点啊 重点就是这个 寓意和文化 就是我们 中秋节 就是第一 十月表 第二 赏月 和最爱的人 包括家人 包括你的爱人 和另外一半 一起观赏美丽的月光 所以呢对于我们来说 中秋节 我们是三天下期的 好开心 明天是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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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开心 我准备放个温球 好我们看看啊 看我们美丽的靴子前面放的一个 红的月底盒 帮大家欣赏 你看看 颜色的这种 这这个里面做的真的很内感 因为这个什么都很轻 包装饰是很 这样做啊 一般的话我们里面就在提供 然后里面和 这像美中和花 看一看 其实每年的这个时候咱这个月饼 就各个的这个 这个 蛋糕店啊 酒店啊 等等 微信公司啊 都会在吃 卖的鸟鸟 这个 看那就是我们的月饼啊 就是白莲那么写的两个字 就所有月饼上都会有印字的 啊 然后就是我们中国那些文化 然后什么味道的啊 白莲蛋黄月饼 它月饼里面的口味较多 有蛋黄的呀 肉松的呀 还有什么豆沙等等的 那是什么的 香辣牛肉月饼 真的假的 那月饼啥都可以 居然还有香辣牛肉 我现在五人月饼 五人月饼去哪里了 我不说了 你现在就咱挑战 小辣牛肉 你来尝一尝 咱一人加好多 我这两号 我还得摘一条麻 我先不想吃 可以吃一段牛肉一块 不是月饼一般来说是甜的 但是现在越做越 花样越多 居然有麻辣牛肉 我必须得掰开给咱看看 我觉得很好吃 麻辣牛肉 咱们看着 吃五沙 这边还看哪有牛肉 尝尝 牛肉 尝尝 牛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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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辣牛肉味 这个是麻辣牛肉味 哈哈 那这个酥皮是什么味 还可以 还挺好吃的 是不 酥皮是什么味道 酥皮没啥味 但薄味 咸香 咸香 而且呢我跟你说大家就是关注这个中秋 不光是吃月饼赏月 还有一个就是 酌汉服 诶 我们为什么有酌汉服 这个主题忘记了 宝汉服 所以我们跟夏天普上一样的 就是因为像尤其是近两年 就近几年 之前其实 过去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喜欢穿下汉服 就是不用说了 本来就是我们传统服饰 后来由于这个 就是越来越时尚化 然后科技化 我们就变成变壮 但近两年之后 大家会慢慢的再 返回到这个传统文化的一些 一些传承上 所以我发现这两年啊 尤其一些小孩 你看看过中中节 他必须要穿着汉服去上高原 因为他要伴着中秋的一些仪式 然后我觉得我们也可以考虑 下回搞一下汉服的 汉服的穿这个之后 然后穿一个靴子 然后大家看到了 另外一种感觉嘛 主要让大家看看 咱们中国的这种传统汉服的这种 应该叫什么亚运美 古典美的这种感觉 是不是 其实说到这个 刚才有看看咱身后这个牌子吧 是吧 这个我给大家说到说到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征集 下来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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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